事情呢 佳佳已经跟我们说了 华姨 其实我真不是有意要对佳佳隐瞒 我是觉得她是个单纯善良的姑娘 我不想让她知道 我家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这么做其实也是为她着想 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欢迎理解你 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也没那么严重 佳佳和她爸之所以会那么生气 特别是老唐 那是因为 她在感情上受到过伤害 而且一直没有从那个伤害的阴影里走出来 所以她们会害怕 难免也会有一点偏执 尤其是老唐 她容不得别人半点的隐瞒 所以她万一要是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或者语言的话 小沈啊 华姨还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她 华姨啊 我明白 其实你跟佳佳走到今天这步特别不容易 婚姻是什么呢 婚姻就是承诺 就是你要牵着那个人的手 一直走 一直走 走一辈子 现在佳佳怀孕了 从生理到心理上 会有一些异样的反应 对 这个你比我懂 孕妇嘛 所以华姨希望你能够多担待一点 夏神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委屈的地方 你可以跟华姨讲 华姨 其实现在我只希望佳佳能够原谅我 只要她能够原谅我 她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愿意接受 有你这句话呀 就证明华姨没有看错你 阿姨 其实 其实 这个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 虽然我不希望你们俩的感情被这个孩子左右 但是 但是我更不愿意看到这个孩子 受到伤害 我明白了华姨 明白就好 行 你去忙吧 夏神 阿姨该走了 行 阿姨 你慢走 好 好 再见 拜拜 我俩根本就没有孩子 这是我怎么说的出口呢 我恨她 基需 我 Working Ud S 大家一个人认为 sneakers随时快点 我们就不得了 谢谢雨 能够得了你是 teo你 Assembly Gun dos 初老师 今天手术情况怎么样 还好吧 患者的心房上有个小顿 没想象的那么严重 本来想让你上手试试的 对不起 初老师 今天 今天 今天是我状态不好 是太不好 小深啊 你一定记住我 如果你不能做到专注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进入手术室 因为手术的过程当中 每分每秒 都关乎着患者的生命啊 你守住的这把刀 随时都有可能变成杀人刀 懂吗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明白 初老师 那 您明天的手术 我能参加吗 我准备了很久 不能 从现在开始 一周之内 你都别想进手术室 可顺老师 别可顺了 小深 我今天的话说得可能有点重 但是你知道 我对你一直以来的态度 我很欣赏你 我承认 你是个医生的好苗子 没错 但是你必须学会 把个人的情绪 从工作当中分离出来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你永远不可能作为一个 最优秀的医生 明白吗 我希望你能够做到 我希望这一个星期 你好好沉下去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我相信你可以 别让我失望好吗 是啊 是 达 达 他 这是 用车子 FBI 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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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鸥 晓鸥 五号离门的话 二十一号六 其实我还不错 这个 这两粒药都用过 对 都用过 现在 那个 清清